你的核心力量 腿部的能力 以及坐下起来的协调性 都会得到有效的提高 习地而坐 坐在地上休息会儿 然后再站起来 很多人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习地而坐的能力 大幅度下降 现在很多老人 要坐下去 坐下去的时候 就会发现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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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这百半天才能坐下去 然后呢 起来怎么办呢 起来的时候呢 哎呦哎呦哎呦 哎呦哎呦哎呦 哎呦 这个时候呢 慢慢的起来 甚至呢 有些人还很难起来 今天告诉大家 习地而坐 我们就可以把它 看作一个锻炼的手段 也是我们腿部能力的一个手段 也是我们核心力量的一个手段 其实特别简单 习地而坐 我们坐下去 慢慢的坐下去 坐一会儿 这个时候呢 我们起来 然后呢 我们再这样下去 再收 起来 不管你 什么样一个状态 只要你坐下去 还要站起来 我们重复这个过程 你就会发现 你的核心力量 腿部的能力 和器官能力 以及坐下起来的协调性 都会得到有效的提高 习地而坐 我们不是为了休息 而是为了提高身体功能的 一种锻炼手段 就会发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